yusuvabashi 大家有發現最近這一陣子的 影片裡面資訊裡面有問卷調查嗎? 身為一個 YouTuber 想要知道自己的影片為什麼會有人按不喜歡 我覺得也是理所當然的 所以呢 我就做了一個這個樣子的問卷 就是 针对大家可能会 暗不喜欢的点 首先就是 可能就是觉得很白痴啊 或者是 觉得内容无聊 亦或是可能觉得 我的长相他不喜欢 或者是有人单纯就是想要不喜欢 那今天这个影片呢 就是要来做一个问卷调查的发表 耶 就从 票数最低的第五名开始发表 首先是 第五名 第五名是 绝对白痴 在297票中呢 占了15票 我觉得还OK啦 因为有些人可能本身就比较震惊 所以对一些比较无厘头的内容 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他会觉得白痴 会想要不喜欢 OK fine 我可以接受 这是喜好的问题 没有办法 因为表演有时候夸张 就会有人觉得很白痴 第四名 第四名呢 是 27票的 绝对无聊 不忍说啊 毕竟我只想拍自己觉得有趣的影片 所以有人觉得跟我喜好不同 觉得无聊 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啊 毕竟我自己觉得有趣 别人不一定觉得有趣 这也是喜好问题 再者就是 其实我自认 我拍影片是很努力在想题材的 想一些怪怪的题材 目前除了我以外 应该没有人拍过未知到逆流的主题吧 哈哈哈哈哈哈 第三名 第三名是票数28票的 就是想按 对于这些 可能平常呢 都充满了仇恨值的观众啊 为了让你平复一下 你就是想按不喜欢的心情 我在这边 这个左下角准备一个不喜欢的按钮 这个影片左下角这个不喜欢 点下去之后 它就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有兴趣的话 可以点点看 没有问题 这里 没错 如果你真的很想按不喜欢 就按这个吧 接下来是 第二名 人掌的不喜欢 总共占了297票 里面的32票 讲真的啊 各位 这就叫奇事啊 单纯因为 我的长相让你不喜欢 所以你点了不喜欢 这不是奇事是什么 你可以去看很多很帅的人的频道啊 为什么你要自己点进来我的影片之后 然后又要嫌我长相让你不喜欢 还有一些留言会说什么 就是 我的长相让他无法接受 那你就不要看啊 要特地 干嘛特地来跟我讲 还有人跟我讲说什么 长成这样也敢拍影片 这不是奇事是什么 长成这样就不能拍影片吗 然后我长成什么样 我觉得我长得不错啊 我父母把我生成这样 我对自己的长相感到蛮骄傲的啊 是不是 接下来是第一名 就是很喜欢啦 谢谢这些观众朋友 谢谢大家 有你们的情谊相挺 才有我这一课诗 从今以后呢 我一样会制作一些 我自己觉得有趣的影片 还是一样 喜欢我影片的人呢 你可以按个喜欢 那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呢 别看啦 不然就点个喜欢吧 或者是你想看更多这些 奇怪题材的奇怪影片 可以按个订阅 有兴趣的话呢 我有Facebook 可以去我粉专业按个赞 或者是呢 我把影片分享出去 更多影片请看这里 谢谢大家 Sexus 拜拜 我觉得呢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长相呢 可能单纯是眼睛夜张很重 觉得我长得不好看的观众呢 这时候请把你眼睛闭起来 让你脑中想象 这个人长得很像刘德华 当你眼睛张开的时候 说不定你看到就像刘德华 一二三